在连江县了岩乡山水机车俱乐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 母友们都非常热情啊 非常开心 里面住宿非常方便 洗澡各方面都很好 然后现在要出发古田县 大甲镇 罗园县 飞竹镇 外板村 来这里小便 然后喝点水休息会 该骑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了吧 好累啊 飞竹镇果然名不虚传啊 这边很多竹子 刚才一路很多那种毛竹 还有一个叫刘阳村的 有六千亩 上面写了六千亩 毛竹那个示范基地吧 那个产业的 进入古田县境内 全是山了 跑了几十公里全是山路 太漂亮了 古田县大甲镇油局 油搓盖好了 听油局大姐说这边是工业区 往前面再开就有快餐可以吃 然后也有地方可以搭帐篷 等我去看一下吧 现在已经五点多了 我们晚上在这边有地方就在这边搭了 不走了 在大甲这里吃个快餐十块钱 这个是酒招啊 不是辣椒 很喜欢吃酒招 这边也是有很多酒招可以吃的 今晚在这里露营 古田县大甲镇 这一个 这边是一个庙 这边是一个学校 然后这边公厕 前面是一个广场 跳舞打篮球的 跳广场舞的 然后这边是一条溪 这边是个污水处理厂 所以这边比较臭 但是帐篷里面不臭 本来帐篷的话 比这污水还要臭吧 今天这边比较冷啊 比较冷 比辽阶那边要冷好几度 可能冷湿度 风挺大的 但是帐篷里面没什么风 还可以接受 今天 走了大概六十多公里吧 全是山路 然后 那个路不好走 拐弯拐得很急 汇车的时候 汇车距离很小 就是不好避让 然后路的话 正好有一次在转弯那里 那个路是陷下去的 还有坑坑洼洼 我差点被他摔跤了 反正今天就是说 风景是很好 身体在地狱 那个眼睛在天堂 就是风景的话是 无话可说的 太完美了 早点休息 今天晚上九点 等会早点休息吧 今天明天早点起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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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